大家好,我是洪峰 最近这一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半个月前七点钟去上班,天还是黑的呢 最近公司给安排了英语课 每周一周三下班之后上一小时的英语课 这个是政府出钱 然后MITT的老师来提供教学支持 教的内容是主要跟工作相关的英语 还有日常中去医院,去银行 或者是靠911的这些日常用语 这个项目教的英语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主 不是以考机为主 本身这个教英语的项目一直都有的 正常来讲入职只要想学报名就可以了 但是是因为疫情,所以取消了 现在才恢复 除了这个英语,学英语的项目 还有另外一个学英语的福利 就是成为PR以后 可以去Red River College的和MITT的语言课 就是全职去学英语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同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18个月以下 然后去全职学英语的时候 学校是负责帮忙照看小孩的 然后前提照看小朋友的前提是 他的这个幼儿园是有位置的 没有位置的话可能就需要等或者自己去解决 这个PR的免费语言学习项目 可以学到CRB7 也就是雅思7的水平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工作中学英语 然后成为PR后继续去专业的学英语 然后拿到一个CRB7的语言等级以后呢 然后就再去College 再去学一下专业课 然后以这种形式再去转换行业 或者是争取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说其实移民加大大就是 不一定要非要先会英语 可以是先找到工作 先就业 然后再去学语言 然后或者是再回学校去学一下专业 然后再择业 就是再找好的工作 说到先就业再择业 就又想提一下 关于为什么在加拿大找工作这么难 即使我们在国内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 公司也是500强的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业务的 那为什么我在加拿大还是不能找到相关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加拿大比较认本地的工作经验 本地的学历 还有本地的各种认证 就是加拿大也是万证之国 就是什么都需要认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从别的国家来的非常有专业的压医 然后也是比较先进的压医技术 但是在加拿大也是必须要先通过那个考试才可以的 护士行业也是类似 就是即使你有很丰富的经验 也必须要先通过考试 很多人为了通过那个考试就需要三年的时间 但是加拿大也会认美国的一些相关经验 所以就是说其他国家他就不太认可 这就是说我们本身自己在国内的时候认为我们自己有经验 英语也还不错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怎么着也能找一个自己专业入门级的工作吧 但实际上这也很困难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所以我们身边大部分人是有一个间隔年 就是说做了跟自己不相关的工作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学再去弄一个学历 还是考下一个认证 然后才回到自己的行业 下面我会回答几个粉丝的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国内 也主要是大陆的区域的人 想要旅游签入境之后 转工签利米亚 办利米亚和雇主担保的事 这个里面有特别多要说的地方 所以下一期会具体专门说一期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大俄厂是工厂吗 大俄厂在温尼泊区域属于工厂 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不是属于办公室 然后里面有哪些部门 温尼泊地区主要有生产部门 质检部门 服务部门 然后HR和工程师部门 人数相对于较少一些 剩下就是管理层 管理层就是主管和厂的经理 职位其他文职岗位并不是很多 但也有 主要文职岗位是在多伦多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加拿大政府是否规定 只有紧缺列表才能申请省提名 这个是说如果我们要申请省提名 那就遵循省里的政策就可以了 因为加拿大是这样的 是联邦层面有联邦的项目 省里面有省的项目 那我们要申请省提名 那就是遵循省提名的要求就可以了 省提名呢 每个省又要求不是特别一样 我们就现在以慢省为例来说 然后慢省现在不要求 必须是紧缺职业 只规定任意一个工作 就是在职业列表里的就可以 工作六个月就可以提交省提名 然后初初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 就是搜第一个 就能看到职业列表都有什么 然后搜第二个 就是整个慢省项目的很多信息都在里面 这是官网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是否询问雇主协同办理封闭工签 然后费用230250有点忘了 但是这个是需要问的 尤其是只有一年工签的人 是一定必须要问的 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 主要的关键点就是说 能否等到省提名获批之后 去提掉联邦 获得联邦阶段的FN 就获得这联邦号就可以续工签了嘛 所以就是拿不到FN之前 如果工签等不到 就必须得去雇主帮忙办理这个科罗的工签 其实如果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 拥有那个打工度假旅游签 其实是很划算的 来慢省或者去小镇计划的小镇 那小镇计划更厉害 不需要工作 只获得offer就可以去走流程了 递交给社区 然后获得社区提名 获得社区提名之后 再去递交联邦 这小镇计划的名字 我已经放到这屏幕上了 然后如果是香港 台湾和新加坡的同胞 想要去了解这个的 可以去看一下 整体来讲 感觉小镇计划会更快 因为小镇计划不要求工作 只要有offer就能提交 但是无论是慢省 还是小镇计划的项目 最关键的点 都是要去找到一个工作 但同时呢 慢省和小镇呢 工作又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很大的概率 存在一个情况 就是先就业再择业 就无法去挑选工作 有一个工作 我们为了移民 可能就去做了 后面就是在慢慢的寻找 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工作了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 一开始就去寻找 我们心目中的工作 问题就在于 我们给自己多长时间 多长的期限 如果找不到心目中的工作 就是找一个工作 就立马开始做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可以根据资深的 想法去选择自己的路 还有就是一定要 记得多去查看官网 很多信息都是随时更新的 在官网上